哈喽! 欢迎来到新加坡最著名的一个景点就是 小印度 Little India 瓦拉庚 今天呢我们会来到这个印度街是因为 Divavali 有消费 所以我们来这边小印度走走看看有什么好吃好玩的东西 顺便介绍这边很出名的 Teka Center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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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FECA的第二车 大多数是卖那种鱼头的东西 而且你看它杀得超美 像新娘服的样子 因为我结婚啊 我要参印度长一定要参一个 主角中心Dekka Center 就位于小印度地铁站行 非常容易找到 此外这里的美食更是广受欢迎 无论是印度南部北部的美食 在Dekka国务中心的底层都能够找到哦 Alauddin's Brani在主角市场非常非常的受欢迎 因美味地道的Biani吸引了一众的食客 Biani又称黄姜饭以肉作为主配料 再加上肉豆蔻、纸然、胡椒、冰箱等香料一起烹煮 放点咖喱酱和鸡蛋一起食用 惹味无穷啊 Andy想要出来的这个 这个是印度的巴巴登吗 巴巴登 巴巴登 这意思是来饼干这样的 相信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个味道 脆脆的 我们来点它的这个辣来吃 好香 超好吃 久久来吃一次的这种 这种印度餐哦 那种感觉真的不一样 那个黄姜饭哦 和香黄姜都味道哦 非常好这个 我跟他讲 我现在就要来试试这个印度的高点啊 平时这些东西我们都会很少吃到的 OK 首先我们先来try一下这个 Eatly 意思是来面粉这样子的东西 你看原地 有味道哦 是不是要钻一点酱 有 它带点小脚的酸样子的 小酸样子的feel 这把它带有点类似来 像马来人的甜甜圈这样子的feel 来来 嗯 到谁吧啦 我一直会吃到印裂的东西 不懂什么东西啊 好像一直来他们香料已经 而且很苦那个香料 哇 很苦啊 不过这个Fatai呀 比起刚才那个Eatly 好吃很多 OK 现在我来试试一下 这个Fatai Ba Ji 我的感情尿 那个形状像香蕉 可是又不像香蕉 没有吃过的味道 就是印度的糕点 我们这个是运吃过的 真的是有烧着8个眼界的 这个好吃 这个反而我会觉得 这个叫萌萌 呃 八台 八台 八鸡 八台是这个 八台是这个 八鸡 八鸡 这个叫做 它感觉就有点像是 圆形的 Roti Prata Roti Channel 因为我名字叫Roti Prata 它一定有 或者是鸡蛋的 我们应该会叫鸡蛋 这个就是属于那种Dosong 然后上面有放了 很多的这个 跟当了 跟当了 但是用马铃薯做成的 加一点他们的 黄豆酱之类的东西 然后 我再酱一点这个 刚才我讲白白色的那个酱 他们点Dosong的那个酱 那个酱而已 马铃薯的味道 你吃到它就是在一种 大胆的咖喱味 而且吃下去 很有保守咖喱的 真的 OK 这个就是刚才我跟Andy 在阿拉曼买的这个 Dendo 对 大杯先 大套钱来Andy 2块钱了 2块钱了 超带的 这样子就大杯 很像我们喝珍珠奶茶的尺寸 那这个Dendo 也算是一个印度人的 其中一个饮料 对不对 好 这是平民的 甜 我对 除了刚才安仔讲的那杯 Normal的Centro 这边它有卖一个 榴莲的Centro 看到吗 它下面 看下去有像是芒果 这样子的 榴莲Centro 刚才那个Normal的Centro 是2块钱一杯 这个榴莲Centro 只需要加到六毛钱 哇 这很便宜耶 蛮多一下的 可是 榴莲的Centro 配起来 应该是好吃的 因为我们在美食的时候 也是吃过 很多吃这种榴莲Centro 全部榴莲的味道 没有Centro 小印度是新加坡 印度族群的聚集地 这个历史悠久 喧嚣繁华的社区 不但展现生气勃勃的印竹文化 还有琳琅满目的商品购选购 这里也随着即将来临的土耀节 变得更加的热闹 他们最近养最敬佩的神 就是有一个有大象的 那个是叫Ganesh 所以你到处你在印度节上 你都会有看到这个Ganesh 他们叫智慧之神 感受一下这个印度的这个年货城 这个年货城 这个是年货城 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像Bassam Malami条件 这个好像是叫做Buffalo Route 这个是摆在地下的是吗 有点烙热的 是哦 摆设这样子的 放在地上然后点一个烙热的 就好像他们有买那种散散的那种花碎 对啊他们傻在地上啊这样子啊 这边有很多那种孔雀啊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孔雀在他们的印度人里面 也算是一种幸福的象征 喜欢这期的影片 也别忘了记得给个赞订阅 还有多多的分享哦 再来预祝新加坡 马来西亚的印度同胞们 不要接快乐 和比迪巴瓦利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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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